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回来 现在让我们进入台湾 我们看到中共在建政70年的这一场阅兵仪式上 可以说强悍的显示了自己的肌肉 那些毁灭的武器 但是似乎那些东西永远也用不上 但是它却给周边的国家 或者是台湾香港以及美国展示了他们的一种雄心 这股雄心可以说让人觉得恐怖 并不是因为它的武器的先进 而是因为它所显示出来的那股强权 或者是那种威权之下 似乎要四海结为主 那么这一点的暴露或者这种显示 已经在美国朝野内外全世界 大家都注目 我们看到那一天美国总统川普发表了一个推文 表示对于中国的建政70周年 表示的祝贺 同时似乎也显示了他的肌肉的另外一面 这两天已经在台湾即将召开的两个会议似乎已经说明了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在亚太所要秀肌肉的一种态度或者一种认知 召开了一场两场会议 这两场会议分别是美国国防工业会议与台湾共同来组织和开启 这个国防工业会议我们大家从字面上就能看得非常之清楚 这就是一种军备 第二场会议是美台的太平洋对话 那么美国在奥巴马时期 第一季 奥巴马任期的第一季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 这是由当时的国务金希拉里所主导的 之后我们看到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 也不断的在加强 直到川普总统上台之后 扩大了太平洋地区 成为了形成了一种新的一种战略 那就是印太战略 而这个印太战略 在过去奥巴马时期的 亚太再平衡的基础上 似有进步或者是前进 对中国的围堵 或者是对亚太地区的投入 也已经显得是提上了紧急的议事日程 那么就这两场会议 对台湾或者是对亚太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有请在台北的 陈国祥先生为大家讲解 您是怎么样看待这两场会议 对台湾的意义呢 目前美国当然是希望 把台湾的这个对于美国 对于中共的一个战略对抗的价值 发挥到极限 所以在他的政策方面 他一方面是要推动所谓印太战略 就是印度太平洋的战略 把中共作为一个封锁跟对抗 甚至压制的对象 那么台湾是印太战略里头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另外一方面 第二方面 美国希望加强跟中 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辖下的台湾 发展更紧密的这个军事关系 给予台湾更多的武力 来对抗中共的一个 对台的一个军事压力 甚至透过台湾作为一个跳板 进入到所谓第二岛链 那么这两方面 就是美国现在对于台湾 相关的方面所施展的策略 也就是印太战略跟加强跟台湾军事关系 但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这两场会议 一方面是国防工业会议 一方面是印太相关的一个策略会议 这两个会议的层次都不是特别高 而且不是官方所主导的一个论坛 我们讲这个亚这个什么 第一个就是国防工业 这是一个非常技术层次的会议 真正的美国对台的军售 和军事关系建议 不是透过这个会议 这个论坛来决定的 而是这个论坛这个会议 来落实来执行或者来交换意见而已 它本身的决策层次不是特别高 至于印太战略方面的会议 那么参与的领导人 并不是民进党的政府的官员 或者它的智库的负责人 所以这个会议它本身是意见的交换 或者用美国的话来讲 它叫第二轨而不是第一轨 所以第一轨当然就官方嘛 第二轨就是智库或者是学者专家 这方面的会议叫第二轨的会议 所以它比较偏重第二轨上面的意见的交流 这个会议 所以这两个会议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决策上 新的决定 而是一个落实它的决策 或者是讨论之后 他的决策参考一个幕僚会议 第二轨的会议 所以这个两个会议并不是特别重视 值得重视 值得重视就是今天川普 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多 或者他选举前一年多 那么他如何运用台湾这个棋子来对他的廉政有所帮助 现在他做的应该是这方面的事情 如果他跟中共贸易谈判 达成一定的协议 当然满意 说不定他对台湾原先承诺一些武器的购买 这些他就缓一缓或者甚至根本就取消 那么如果没有达成 那他可能又拿台湾来说事 拿台湾当筹码来压迫中共低头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了川普政府 他是把台湾当作一个棋子 来运作对于中共的一个谈判的筹码 而台湾非常非常希望成为一个棋手 而不是棋子 但是能不能达成这个目标 不要变成只是被美方运作的一个棋子 是台湾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讨厌 也是目前朝野共产的重点 朝认为我们是棋手 也认为你是只不过棋子 所以这是也会影响台湾总统的选举 谢谢 您刚才的棋子与棋手之说 可以说似乎让我们外界的非常多的人 一下子理解了台湾现在所处的位置 当然在野党认为只是一个棋子 当然执政党认为是棋手 那么我们有请谢田教授 您是如何认为在台湾未来 在中美的较量之间的砝码 在不断的增长之下 这种情况之下 台湾会有一天成为 美国与中共所交易的一个棋子呢 还是会成为一个棋手呢 我不太赞成棋子这个做法 我认为台湾实际上是东亚的一个民主的灯塔 我现在正好在台湾接受一个桥委会的邀请 明天就会参加双十的国庆 在这里有机会也见到了很多台湾各界的人士 感受到了台湾政府官方的很多 对中美贸易战也好 我最近这些台湾外交事务上的一些事情的看法 我认为这两个会议是无足轻重的 我认为是举足轻重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 甚至可以说是转机性的两个会议 第一 首先这个太平洋对话 美国方面出席的是 国务院亚太局主管澳纽事务的一个 我看一下准确的名字叫 副助理国务卿兼APEC的资深官员 叫做孙小雅 英文是Sandra Oudkirk 这个是一个政府官员 比起台湾方面出席的是外交部长 这个并不是一个民间的和智库的对话 这个直接的一个政府官员之间对话 中共其实都可以按中共一个灌常的做法 它一定要出来严正抗议了 这是美国官员 国防部官 国务院官员直接跟台湾的外交部长对话 那还了得 第二 另外一个是两个国防工业间的合作 这个事实上已经涉及到美国对台湾军售的问题 现在这次最新批准的军售 F-16升级版 最新的版的F-16 这个战机性能非常之高 完全可以抵消中共 现在新开发的什么GNR-20 这些带来的军事上优势 并且这些还有一个两国国防工业的合作会标志的 以后就是说这些美国要还卖给台湾那些坦克也好 陆地M1A2的坦克 加上这些飞机加上很多一些导弹 这些设备很可能要跟这个 包括潜艇的开发 跟台湾的那个军火工业联合起来 这可不是一个棋子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蔡英文跟川普第一次交往的时候 是在川普就任的那天 那时候贸易战还没有开始呢 那个时候川普刚刚上任 马上就接受蔡英文的电话 就说这个中美贸易战并不是说 美国要把台湾作为一个棋子 而是那个台湾的力量呢是在更重大的意义呢 是作为它实际上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民主自由的灯塔 我刚才讲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在美国在贸易战之外 那是经济上的一个跟中共的对抗 那在南海的问题上 在对抗其他恐怖主义的问题上 在中共那个整个美国的全球战略 还有一个人权的问题上 其他所有的问题上几乎美国都需要一个 在东亚的伙伴在日本和韩国之外 台湾是这么一个有效的合作的伙伴 而不是美国的气质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确的说清楚 还有一点最近我们知道 这个中共在突然就是在加深那个 就是说加强它对这些台湾邦交国的打压 突然一个星期内就失去两个 就是说在台湾造成恐慌 但是我们前一天我们去拜访这个立法院的时候 这个台湾立法院长 立法院的苏院长 他特别强调了一点 虽然台湾的这个邦交国数量 因为中共的打压还在减少 但实际上台湾的真正的民意的代表 就是台湾立法院 跟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个议会的交往 实际上在增加 台湾的这个立法院跟世界上这个六七十个国家的立法院呢 正在进行非常有效的交往 所以那个从这个角度讲 实际上台湾人民从来就没有跟这个世界人民隔绝开来 这个是中共想做也做不到的 并且实际上这次这个太平洋对话 实际上美国还向这个台湾 向世界 向南太平洋国家发出了一个信号 这个孙小雅 Sandra Oetkerk 她说呢 美国对基里巴斯转向与中共建交感到非常失望 那些选择承认中共 希望中共提供经济利益和优惠贷款的国家 最终将会失望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信号 在警告那些为了一点点利益 就开始抛弃台湾那些小国 至于说美国怎么会让它这些国家失望 我想我们可能很快 我想下面一两个月可能就会看到 但是呢 这方面它这个台湾 中共在压制台湾的外交空间 另外一方面我认为 实际上中共又做了一些愚蠢的事情 它很可能会去推动 让台湾加入更多的国际组织 甚至加入联合国 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中共可能又打出了算盘 是的 是的非常感谢您 我们还有 还要有请陈光阳先生 我们知道您最近在写一本书叫 《翻转台湾》 您的这本书呢 可以说在解释了 在动荡不安的今天 或者是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一个台湾 未来在中美之间的争夺 或者是中国不断的强权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台湾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就从您的书名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翻转台湾 您认为有什么样的大的翻转呢 您可以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吗 台湾从1996年所谓总统直选开始到现在 这个每一次的直选都有不同的国际的环境 那么过去从96年到16年 这20年 这个国际环境相对于现在来讲是比较稳定的 也就是说美国跟中共对于台湾的一个影响 跟介入程度是没那么高 而这是达到一个最高点 这个最高点就是因为 美国跟中共战略对抗关系 非常的紧张 而台湾内部呢 关于我们要亲美还是核中的那种争论 也是上升到一个高点 在这个外部的因素跟内部的因素两个加成之下 那台湾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候选的竞争 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政党之间的一个政权争夺战 而是在国际因素高度介入情况下的一个选战 而选举的结果如果是国民党当选 当然会更倾向于核中跟不反美 但是如果民进党当选 就是越来越倾向于反中跟亲美 这个台湾的一个未来政策走向 不只是台湾内部的问题 也是跟整个国际间对抗的一个战略关系 有深远的影响 所以这次台湾选举 是国际因素高度介入的一个环境之下一场选举 所以特别值得关注就是 它不是纯粹一个内部的权力争夺战 而是国际上的一个战略对抗下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这个分水岭对未来影响非常大 所以这次选举我认为是一个翻转台湾的一个选举 你翻到哪一边去都会影响台湾 也影响两岸关系 影响整个世界的一个战略对抗 所以是值得我们深度的关切 值得我们深度了解 谢谢您 我们有请谢田教授 我有一个个人一个私人问题 就在习近平如此之雄心勃勃 或者是我们看到他自己 每天鼓吹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似乎他已经认为自己的国家 或者是自己已经是强大无比 有飘飘然的感觉 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台湾的未来 或者是在短期内的几年里 如果经济继续下滑在大陆 而习近平似乎受到了某些威胁 或者是某些这个 大家民众对他的有一定的不满 已经慢慢的显现出来这种情况 他为了能够连任 或者是为了能够坐稳这个皇帝的位子 他是否会对台湾有大开杀戒的可能性呢 我认为没有 我现在通过这次来访问台湾 我就是大概第六次第七次来访问了 这次接触的一些很多官员 我就不提他们名字了 和部委了 实际上是跟大陆 跟那个世界很相关的 他们非常明确的表示 就是说他们非常坚定 他不是一个有中亲中什么亲美 这些这么简单的说法 他们捍卫的就是中国人 华人的一个自由民主的一块土地 他们捍卫着这种理念 他们这种生活的方式 他们的一个中华民国的一种主权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有这种坚定的信心 就像香港人一样 香港人对向全世界宣布呢 他们有非常坚定的 有捍卫自己的自由的信心 那就得到了全世界的支持 所以美国也是因为台湾的信心 和坚定会在继续支持美国 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个 陈先生的讲法 好像是什么在外国势力的参与之下 这实际上好像是 几乎就像中共讲的 那个外国势力干预台湾一样 那实际上那个中共当初跟美国 在签署这种上海公报的时候呢 他不就是承认了外国势力 且干涉台湾吗 中国的所谓中国内政 这次选举中共对台湾的期望和介入是更深的 所以并不是外国 中共不是外国呀 是美洲都希望影响台湾选举结果 但是我想他可能不敢 我想他也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中共对中共现在来说 隐秘的运作是非常深入的 非常细密 非常有力 我说他的能力 能力是你没看到啊 你不能佛计他没有能力啊 你看到的是外在的 实际上是非常深入的 我认为现在中共在经济上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他现在没有这个经济上的能力 并且呢 他现在让中国经济下滑的问题 外汇枯竭的问题 还有香港的问题 还更关键的是这个中共内部的这个斗争 你看中共这个党魁 他一会儿他又终身制 一会儿呢 又开始这个榜名上又宣传 反对终身制 就是你就知道他现在的内部斗争 严峻到什么程度 对中共的当权者 就是他如果他自己的位置很可能积极不薄 还有中国民运老百姓民心的不满 这些呢都让中共坐在火山口上 这个时候他真是不敢 他也没有这个能力 我说这个就是说 他权力越受到挑战 他越需要外部的这个干预 或者战争来强化内部斗争的能力啊 这个不是强化 强化但是这是一种玩火的方式 他在挑战台湾的时候 很可能 世界上很多的极权政府 很多极权政府都利用战争 或者对外的一个斗争 来强化内部的政权的巩固嘛 这个东西跟你的对手 但是我们也别忘了 他们在发动对外战争 准备巩固政权的时候呢 也恰恰是他们可能会失去政权的时候 对往往都是这样 我们看到历史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中共是否会玩这个火 或者是香港或者是台湾未来 或者是什么样子 让我们为这两个地方 或者是为更多的寻求自由与中原的人们祈祷 我们希望东方能够改变 能够更加的与文明接轨 与中原接轨 谢谢大家 谢谢二位 谢谢导播 谢谢 再见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injinnews.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